我忘不了他当初看着我的眼神,我一生都忘不了。 在他死后那么多年,我一想起他当初的眼神就会心里发酸。 他是那样羞愧和疼爱地望着我,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父亲。 可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受。 他死后,我回到南门以后的日子,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一点。 比起孙广才来,王立强在很多地方都更像父亲。 现在一切都是那么遥远时,我才发现王立强的死,已经构成了我冗长持久的忧伤了。 面条端上来以后,我没有立刻就吃,而是贪婪同时又不安地看着热气腾生的面条。 理解我心思的王立强马上就站起来,说声,他要上班后就走了出去。 他一走,我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 可我小小的胃过早地得到了满足,随后我就无限惆怅地夹起鸡块鲍鱼,看看又放下。 接着又夹起来看看,遗憾的是,我实在吃不下去了。 我又恢复了童年时精神勃勃的我,不愉快的事早已烟消云散,于是,我就有能力去注意对面那个衣衫蓝绿的老人。 他吃的是一碗最廉价的小面,他是那样关注我夹鸡块和鲍鱼的举动。 我感到他是在期待着我立刻离去,好吃我碗中的美食。 我年幼时的残忍上来了,我故意不走,反复夹着碗中的食物,而他似乎是故意吃得十分缓慢,我们两人暗中展开了争斗。 没过多久我就厌倦了这种游戏,可我想出了另一种游戏。 我将筷子大声地一摔,站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,一到屋外我就隐蔽在窗边,偷偷窥视起了他。 我看到他往门口张望了一下,接着以惊人的敏捷将自己的面条倒入我留下的碗中,再将两个碗调换了一下位置后,就若无其事地吃了起来。 我立刻离开窗户,神奇活现地重新走入饭店,走到他面前,装作吃惊地看了一会儿那只空碗。 我感到他似乎十分不安,我也就满足了,愉快地走了出去。 进入小学三年级以后,我越来越贪玩了,随着对王立强和李秀英的逐渐熟悉和亲切起来,出来时的畏惧也就慢慢消失,我常常在外面玩得忘记了时间。 后来莫然想起来应该回家了,才拼命跑回去,我自然要遭受责骂,可那种责骂已经不会让我害怕。 我努力干活,尽量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,他们的责骂就会戛然而止。 有一阵子我特别迷恋去池塘边摸小夏,我和国庆刘晓清几乎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往乡间跑去。 有一天我们刚刚走上田野,让我吓一跳地看到了王立强,他和一位年轻女子在田耿上一前以后慢慢走来,我赶紧往回跑,王立强已经看到我。 我听到他的喊叫后只得站住脚,不安地看着王立强大步走上前来。 我在应该回家的时候没有回家,国庆和刘晓清立刻向他说明, 我们到乡间是为了摸小夏,不是来偷瓜的。 王立强向他们笑了笑,出乎我意料的是,王立强并没有责备我,而是用他粗大的手掌盖住了我的脑袋,让我和他一起回去。 一路上他都亲切地向我打听学校里的事,他没有一点想责备我的意思。 我逐渐兴奋了起来,后来我们站在百货商店的吊扇下面吃起了冰棍,这是我童年的幸福时刻。 那时王立强家还没有电扇,我是那么吃惊地看着这个旋转的东西, 就像是水清泻石一样亮闪闪,而且是那么的圆。 我站在风区的边缘,不停地走近和走出,感受着有风和无风。 那次我一口气吃了三根冰棍,王立强很少有这么慷慨的时候。 吃完第三根后,王立强问我,还想不想吃? 我又点头了,可太犹豫了,他令我失望地说,你会吃坏身体的。 我得到了别的补偿,他给我买了糖果,然后我们才离开商店。 想家中走去时,王立强突然问我,你认识那位阿姨吗? 哪位阿姨?我不知道她在说谁,那就是刚才走在我后面的。 我才想起来那个在田岗上的年轻女子,她是什么时候消失的,我一点也没有察觉。 当时我正紧张地想逃避王立强。 我摇头后,王立强说,我也不认识她。 她继续说,我叫住了你,回头一看,竟然后面还有一个人。 她脸上吃惊的神气十分有趣,把我逗得咯咯直笑。 快要到家的时候,王立强蹲下身体悄声对我说,我们不要说去相见了,就说是在胡同口碰上的,要么她就会不高兴了。 我当时高兴极了,我也不愿意让李修英知道,我放学后又探玩了。 可是半年以后,我又一次看到了王立强和那位年轻的女子在一起,这一次我就很难认为她们互不相识了。 在王立强发现我之前,我就逃之夭夭,后来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,苦思冥想。 十一岁的我已经能够费力地用自己的脑袋去想事情了。 我逐渐明白了王立强和那个女人之间含含糊糊糊的关系。 我突然吃惊地感到,王立强是那么下流。 但当我站起来,走回家中后,我却是保持了肩末。 我很难找出当时保持肩末的全部原因,但有一点我至今记得。 当我想到要把这事告诉李修英时,我突然恐惧地颤抖起来。 我承认以后,还常常会出现这样幼稚的想法。 如果我当时将这事告诉了李修英,李修英苍白无力地疯狂,也许恰恰会阻止王立强因此而送命。 肩末使我后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。 在我认为应当遭受处罚的时候,我对王立强的威胁使我可能逍遥罚外。 那个安放在收音机上端的小酒中最后还是让我给打碎了。 我拖地板时,一转身,拖把饼将酒中扫落在地,就这么被打碎了。 那个贫困家中唯一的装饰品破碎时的声响让我经历了长时间的战力。 王立强会像拧断一根黄瓜一样,咔嚓一声,拧断我的脖子。 虽然这是刚来这里时的恐惧,我也知道他不会拧断我的脖子。 但他盛怒的模样和对我严厉的处罚,却是我即将接受的事实。 我用自己童年的挣扎来摆脱这个厄运,我要先去威胁王立强。 当时在另一个房间的李秀英没有注意到这一切,我悄悄收起破碎的酒中,将他们放入破镜。 然后在王立强下班回来时,由于激动和紧张,我突然哭了。 王立强吃惊地蹲下身体问我,怎么了? 我向他发出了哆嗦的威胁,你要是揍我,我就把你和那个阿姨的事说出来。 王立强脸色当时就歪了,他摇着我的身体反复说,我不会揍你的,我为什么要揍你呢? 我这才告诉他,我把酒中打碎了。 王立强先是一愣,继而就明白我的威胁因何而起了,他脸上出现了微笑,他说, 那个酒中我早就不要了。 我将信将疑地问他,你不做我了? 他给予了我肯定的回答,于是我完全放心了。 为了报答他,我凑近他的耳朵说,我不会说那个阿姨的。 那天傍晚吃过晚饭以后,王立强拉着我的手在街上走了很久,他不停地和一些熟人打招呼。 我当时不知道,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王立强一起散步。 当时我是那样迷恋,落日挂在两旁屋檐上的余晖。 我的兴致感染了他,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。 我印象最深的是,他到十五岁时,穷得经常光屁股。 那时他叹息地对我说,人不怕穷,就怕苦啊。 后来我们在桥畔坐了下来,那一次他长久地望着我,接着忧虑地说,你是个小妖精。 然后他换了一种口气,你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。 我十二岁那年秋天,刘晓青的哥哥,那位我极其崇拜的吹笛手,换极性黄胆肝炎死去了。 那时候,他已不是游手好闲的大孩子,而是一个插队的知青了。 可他依然戴着鸭舌帽,将笛子插在上衣口袋里。 听说,他和两个穿上人家的女儿在一起插队,那两个强壮的姑娘几乎同时喜欢上了他。 他的笛子吹得那么美妙,在乡间寂寞的夜晚,怎能不令他们感动。 但是,那里的生活使他难以忍受,他经常回到城里,坐在自己的窗口吹着笛子。 在我们放学回家时,他就会吹出卖黎高糖的小调,他喜欢看我们奔跑过去的傻样,不愿意回到乡间那个使他生命感到窒息的地方。 虽然有两个姑娘编好了爱情的丝网,恭候着他。 最后一次回来,他住的时间可能是过长了一点,他那怒气冲冲的父亲整天训斥他,要把他赶回乡下去。 有几次,我从他家窗前经过,听到了他哭泣的声音。 他是那么可怜巴巴地告诉父亲,他一点力气都没有,不想吃东西,更不能干活。 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得了肝炎,刘晓晶的父亲也不知道,他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,劝他还是回乡下去吧。 他回到乡下去以后,才过两天就昏迷了,使那两个健壮的姑娘轮流把他背回到家中。 那天下午,我放学回家,看到了这两个被阳光晒得有黑的姑娘,满腿烂衣,哭丧着脸,从刘晓晴家走出来。 当天晚上他就死了。 我至今记得他当初离家时的暗淡的神色,他扛着铺盖,右手攥着两个鸡蛋,慢吞吞地往蹲船码头走去。 实际上,那时他已经死气沉沉了,盘山的步履如同一个垂暮的老人,唯有那只插在上衣口袋里的笛子,在他走时一摇一摇地,显得稍有生气。 这个死到临头的人在看到我走来时,还想再捉弄我一次。 他让我凑近他屁股看看,那里是不是破了。 我已经上过他一次当了,所以我就对着他喊叫,我不看,你会让我吃臭屁的。 他黑黑一笑,放出一个有气无力的屁,然后缓慢地走向了永久之死。 当初黄胆肝炎的可怕被极其夸大了,刘晓卿带着黑鲨来到学校时,所有的同学都叫叫嚷嚷地躲着他。 这个刚刚失去哥哥的孩子,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,走向一群篮球架下打球的同学。 那群人像蜜蜂一样,立刻逃向了另一个球架,他们同声咒骂他,而他则依然讨好的向他们笑。 我当时坐在教室外的石阶上,看着他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球架下,垂着双手,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。 后来,他慢慢地向我走来,他走到我近旁站住了脚,装出一副看别处的样子。 过了一会儿,他看到我没有走开,就在我身旁坐了下来。 自从那标语的事后,我们再没说话,更没有那么近地待在一起过。 突然来到的孤单是他走下了我,他终于先和我说话了。 他问,你为什么不逃走呢? 我不怕,我这样回答。 随后我们两人都不好意思了,把头埋在膝盖上,痴痴笑了起来。 毕竟,我们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了。 我在两天时间里经历了童年中两桩突然遭遇来的死亡, 先是刘晓卿的哥哥,紧接着是王立强, 是我的童年出现了剧烈的抖动。 我无法判断这对我的今后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, 但是王立强的死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。 我刚刚和刘晓卿恢复了昔日的友情, 还来不及去和国庆握手言和。 那天夜晚,王立强就一去不返了。 他和那位年轻女子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这样的结局。 他们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两年美好的日子, 在那个夜晚被人捉住了。 王立强一位同事的妻子是那个时代道德的忠实卫士, 按他的话说是,他早就怀疑他们了。 这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, 以自己无可挑剔的真结去监视别人的偷情。 王立强在这个女人的丈夫出差去外地时, 他们共有一间办公室, 他带着那个年轻女子黑夜来到这里, 将办公桌上的用品放到了地上, 然后以桌带床开始他们苦涩的幸福。 那个突然袭击的女人手拿丈夫的钥匙迅速打开房门, 并以同样的迅速拉亮了电灯, 桌上那一对恋人吓得目瞪口袋, 在偷袭者极其响亮地痛斥声里, 王立强和他桌上的伙伴都顾不上穿好裤子, 就双双跪在他的脚前,百般哀求。 在我眼中,是那样凛然不可侵犯的王立强当时是声泪俱下。 这个监视已久终于获得成果的女人, 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? 他明确告诉他们,再求饶也没有用。 他说,我好不容易才抓到你们。 然后他走到窗前打开窗户, 像刚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叫唤了。 王立强知道,一切都不可改变了。 他帮助恋人穿上衣服,将他扶到椅子上坐下。 武装部的同事从楼下上来后,他看到了郑伟,就面有愧色地说, 郑伟,我犯生活错误了。 郑伟让几个战士把王立强看守起来,让那个姑娘回家去。 王立强的恋人早已泣不成声, 他站起来往外走去时,仍然用手捂着脸。 那个眉飞色舞的女人,则是恶狠狠地冲他喊, 放下你的手,你和男人睡觉时,怎么不脸红。 王立强缓慢地走到他身旁,挥起手就给了他一剂耳光。 我无法知道当时更多的情形, 那个得意忘形的女人遭受王立强突然一击后, 她的疯狂是可想而知的。 她张开手指向王立强扑过去时, 却被一把椅子绊倒在地。 她的愤怒立刻转变成了委屈, 她嚎啕大哭了。 郑伟让人快些把王立强带走, 留下几个人去劝说这个坐在地上不怨起来的女人, 自己则回去睡觉了。 王立强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坐到了后半夜, 然后站起来对一个看管她的战士说, 她要去办公室拿点东西。 因为瞌睡而迷迷糊糊的战士, 看着她的上级有些为难。 王立强说声, 马上就会回来, 就镜子出门了。 那个战士没有尾碎, 而是站在门旁, 看着王立强在月光下走向办公室。 他高大的身影, 融入了办公楼巨大的阴影之中。 事实上, 王立强没有去办公室, 而是打开了由他负责的武器室。 拿了两颗手榴弹后, 走向了楼梯。 他贴着房屋, 在阴影里无声地走到家属楼前, 然后沿着楼梯走上了二楼。 在熄灭一扇窗子前站住脚。 他多次来过这间屋子, 知道那个女人睡在什么地方。 他用小拇指扣住闲绳, 一使劲砸碎玻璃后, 就将手榴弹扔了进去。 自己赶紧跑到楼梯口。 手榴弹这时候爆炸了, 一声巨响将这桩陈旧的楼房镇的摇摇晃晃。 灰尘纷纷扬扬地飘落到跑出去的王立强身上, 他一直跑到围墙下面, 蹲在围墙的黑影里。 那时候武装部里仿佛出现战争式的乱成一团。 他听到第二次被吵醒的政委 正破口大骂那位失职的战士, 还有人在喊叫担架的声音。 这纷乱的情景在王立强摸。